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是想听听 这笔钱 你都用在哪里了 等贸易公司进账了 我马上还给你 你在外边都做了些什么 我当真一点都不清楚吗 我知道 你是因为你娘和你弟弟的事情 咱们爷儿俩心中一直有个疙瘩 你对我有怨言 很多事情我都由着你 但是你也不要太出阁 我毕竟还是你的父亲 我是担心你有危险 我听说你最近在街上 打听什么卖报纸的事情 我就能猜到你们办的是哪一类报纸 现在日方查的严 这可不耍儿戏呀 如果今后有人查起这批款项的来源 查到咱们的头上 咱们家的生意可都要跟着早殃 爹 多知家里的钱使我不对 但你要相信 我做的事情有它的意义 我有我的信仰 从现在开始 你就不要出去了 想想我跟你说一段话 给我一个回答 爹 你不能把我一直关在这里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父亲 活活地细刺在你面前 你就给我乖乖地待在家里 你们两个看住小姐 说什么都不能让她出来 是是 我收到亦凡姐的口信了 她让我跟大家说一声 这几天她可能不方便出来 报纸的事情只能靠大家了 就算亦凡姐再也没有办法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印报纸的纸杖 干嘛非得用那种纸呢 印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别管用什么 哪怕是毛纸 树叶 只要能印出来就行 小七的话虽然操 但是道理不操啊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万一成功了呢 那不是很好吗 我们大家分头去试一试吧 林大哥 我有事想请教你一下 走 我们出去说 小七 小七 人家两个研究正事 你跟着干嘛 干你的活儿去 我这不是干活儿吗 臭小子 这锦某这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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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老跟着林军不清不楚呀 怎么老跟着林军不清不楚呀 那是有什么事 大野特使 上次那个因为办报 而闹事的反动分子怎么样了 上一次警察局 打算把他绑在闹市区施众 可是后来局势失控 他被救走了 包饭头 连一个人都看不出 无论是治安维持协会 还是警察局 都是一帮乌合之中 他们没有能力 维持将军的治安 是啊 所以这些重担 都由我们宪兵队来肩负了 道本军 我希望你更加 为我们天皇效力 通过这段时间 在宪兵队工作 我发现这一届 将军市公署的潘市长 以及相关人员 并不能全心全意 为我帝国服务 遇事总是懈怠和推诿 所以才导致我们 过去的工作困难重重 我会向小子将军建议 重新考虑市长的人选 明白 你先回去吧 怎么办啊 怎么办呀 韩大哥 韩大哥 怎么样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搜集来了 一些我们能拿到的纸张 但是这些纸张保护不均 想必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现在还有一个 非常让人气烦的事情 就是日本人对这些纸张 实行了严格的配记制 就连我们生活的用纸 都不能随便地买到 黑市我也打听过了 他们屯居居棋 也已经炒到了天价 要不是因为日本人 没收了纸张 我们也不用这么麻烦 这可怎么办啊 既然买不到 倒不如直接去拿县城的 县城的 潘德哥 找我什么事 您现在需要查清楚的是 日本人存放纸张的仓库在哪里 现在轮陷区发现的官方报纸 只有东亚新报 非常近日 我查过了 报纸是由何丰印刷厂印刷的 这是一家具有日方资本背景的印刷厂 你去遁守 跟着运送纸张的车辆 找到仓库的位置 明白了 交给我就放心吧 你们还能äldlar 很多钱 Problem adul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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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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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走他的人 应该和道指的人 是一批人 去追查这个邻军 一定要抓住 他背后的那几个人 是 韩燕 小七 你们两个太厉害了 现在纸墨也全了 咱们可以印报了 来 拿走 对了 林大哥呢 他出去有点事情 一会儿就回来了 哦 韩大哥 我听说你们 没费什么力气 就把纸取回来了 能给我讲讲吗 你们是怎么把纸取回来的 这有什么好说的 套那儿不就拿回来了吗 要不然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 带着我一起去好不好 带着你 嗯 这可不是儿戏 会有生命危险 带着你给大家当偷油瓶啊 我不会的 说什么呢 这么认啊 韩大哥他们把纸取回来了 太好了 这样我们的号角 可以正式吹响了 另外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我约到了许立仁 许老先生的文章 就是那个写 国民收藏论的 许立仁老先生 对 就是他 可是像他这样的大家 怎么会同意 给咱们小报公稿啊 我和许立仁先生一直有联系 许先生非常支持我们 办这样的报纸 所以他为了我们 特意写了一篇文章 这可再好不过了 有了许老先生的文章 咱们报纸的分量就更足了 对 可是我还是不敢相信 他可是许立仁老先生呀 许老先生为人非常温和 有时间我一定听你引荐 真的 真的 太早了 许立仁会有东西了不起啊 搞得谁不会邪事的 小七 这林大才子还没发话呢 谁是林大才子啊 你又是林大才子啊 小七 你又是林大才子我是什么 你是菜子 金融 才子 你就才子吧 才子 大才子 吓人呢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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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长官 怎么样 果然不出你所料 那些人全部藏在博舍里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纸杖 应该是丢失的那一批 很好 行动 大爷扬你已经查到这儿 咱们赶紧撤吧 你说的是日本宪兵队的大爷扬子 你这不废话吗 再不撤来不及了 快从后面走 快 那那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都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呀 刘德秦山在 不怕没柴烧 走吧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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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 快 没有 快走 快走 那这些东西 是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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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你怎么了 大哥 我心跳得厉害 我好动啊 来 我背你 快 上来 小雅 水热了 应该刚刚离开 看来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 一定要抓到他 给我追 来 真对不住大家 我临时只能想到这个地方 条件再简陋 大家将去做工作吧 这里已经够好的了 要不是小琪提醒 说不定我们还在监兵队呢 谢谢锦肉 不客气 都别说了 赶紧收拾吧 收拾好了以后 我们就在这里办报纸 好 你不许可乱 我问你 请不许可乱 我们不许可乱 看看 你不许可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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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让我乱 没有 又要从零开始 再难 只要坚持总会成功 我不知道我的这份斗志 还能坚持多久 自打日军进入将军 我们学校被炸以来 我是亲眼目睹了日军之残暴 我们没有和学校撤往西南 就是想留在将军 以我们的方式来参加战斗 可却总是鼓励无援 坐在誓公署的那些人 个个都是大汉奸 亲日派 他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生在这片土地 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哪 林大哥 你别这么悲观 想想你的读者 他们都是没有麻木 有战斗精神的国人 恐怕 难道我会让他们失望啊 林大哥 我们五个人 也并不是在执行 每次任务时都那么顺利 我们也有从鬼门关 闯回来的时候 但只要坚持 再难的任务 到最后总有成功的可能 只要我们不放弃 只要这些人还在 号角就一定能吹响 年龙 我讨厌 你弄错了吧 我这恰巧经过啊 看见你们俩在这儿 大天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小琪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子说笑 真是的 林大哥我们走不理他 我讨厌 小琪 你误会了 我误会 自己玩吧 你看你们俩手牵手 我误会了 韩大哥 刚才谢谢你 不客气 要不是你背着我 刚才我就危险了 小琪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自己适不适合 做这些事情 现在我们是在 日本鬼子的枪口底下 办报纸 随时随地 都可能发生危险 以你的状况 我建议你退出 可是我想和大家 一起做报纸 我不怕危险 你确实很勇敢 但这是一个团队 不是你自己 如果今天大阳子 真的追上我们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会因为你 会牺牲更多的人 韩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会连累大家 对不起 小琪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想一想 姐姐 小琪 你不要往心里去 韩夜这个人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没事的 我不会怪韩大哥 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为我好 他怕我有危险 傻丫头 你还真乐观了 其实 韩夜心里 韩大哥心里怎么了 没什么 他心里 一直都是好意 你去忙吧 那我先去了 这个韩夜 小琪喜欢她已经这么明显了 她却一点接受的意思都没有 到底是不解风情 还是故意而为之呢 我一直觉得她对伊凡有意思 难道是真的 是 将军 属下明白 来 凡日报纸的事情 还是惊动了小泽将军 这是我的失职 还是让他们逃脱了 他们的背后 肯定有人帮忙 不然就凭他们几个 柔柔弱弱的年轻学生 能办成这件事 对了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查清楚了 给这些 凡日报刊公稿的 其中有两个比较有声望 一个叫徐立仁 一个叫婉庄 秦贼先秦王 秦贼先秦王 让师公叔派警察局 给他们安一个咬乱治安的罪名 看出他们两个人 把他们俩关在家里 不能随意出入 来往信件也要审查 明白 另外 只会应把董租界 不能向这些地下小报 出售印刷指账 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那就是外交事件 徐立仁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呀 你不认识我们 但我认识你 徐立仁 这要去哪儿啊 五个奉告 徐立仁 你不能出去 上面下了命令 让我们看着你 上去 哪个上忙 我头脚上是朗朗青天 你们武端的金字 我也说这是犯法的 让开 犯法 谁犯法 徐立仁 你们 你多次公开发表文章 破坏中日友好 我们警察局特做出决定 将你囚禁于家中 不得外出 所有的信件一律审查 走吧 带我们上你家逛逛吧 带进来 走 你们真凭 你们这么抓我 快走 你们这要干什么 快走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 快走 你们老实点 你们撒 快去 把所有的稿纸和书 全部带走 是 你 你 太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妈 徐先生 我看你呀 还是在家好好休养吧 太忧国忧民的 对你不好啊 强盗 快 全部带走 把我的书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我的书 你们这些强盗 放下我的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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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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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只筹到这些纸账 各个租界已经找了 以而没止 应该是日本人 给各个租界试了呀 现在各个租界 都不愿意得罪日本鬼子 看来我们只有 想别的办法了 没关系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就一定能够找到 解决的办法 实在不行 我们有多少纸 就印多少张 能让多少人看到 就让多少人看到 哪怕只有一个人 受到了启发 我们的努力 就没有白费 对 你们俩聊天就聊天呗 没脸去有什么意思啊 林大哥 怎么了 萧阳 报纸可以印了 真的 我有一个南洋的叔叔 他在江津有个造纸厂 他是个进步华侨 什么造纸厂 就是纸张什么的 以后他都可以提供给我们 而且他还有个印刷的车间 如果有需要 他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萧阳 真棒 萧阳 你真了不起 真厉害 太好了 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稿件 排版印刷了 靳荣 下午我要去和许先生见面 你要有时间 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有时间 有时间 一起去 靳荣 我们以前就约过许先生的稿件 只可惜啊 当时许先生事务太忙 就把我们的稿决给推掉了 可是我们已经许诺给别人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开天窗 没办法 我就更改了笔名 根据许先生的风格写了一篇文章 再加上 许先生平时就爱换笔名 大家也没有怀疑 所以没人认为那是五国写的 那许先生不是该发火了 恰恰相反 许先生不倒没有发火 反而对我的文章 做出了中肯的评论 后来我们还刊翻了这篇文章 许先生说 别人模仿自己的风格 写出的文章 就如同静见一般 能够照出自己 容易忽视的问题 真不愧是许先生 锦荣 这么巧 林大阁 小琪 好巧 这儿碰见了 你干吗呢 我无聊嘛 出来溜达溜达 你赶紧碰上你们了 你们干吗去 我们是要去拜访许先生 顺便去许许先生的高见 正好 我没事 咱一起吧 人家许先生可是文化名人 咱们这么多人去 哪有人家多不好 你赶紧我 你看他这思想 文化人和文化人 才需要沟通吗 我们都是文化人吗 对不对 林大哥 那这样吧 你跟林大哥一起去 我回去了 锦荣 既然碰到了 我们就一起去吧 好不好 林大哥都说了嘛 一起了 看到林大哥的面子上 一起吧 这对了嘛 你看 我跟你说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林大哥 还有多久到 他就住在前面 公司 他们有些不太对啊 对 许先生最近一直在发表 反略群炼和汉奸当局的文章 我听说 日本鬼子和亲日分子 已经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难道他这是被监视了吗 林大哥 我和靖蓉不方便露面 你先过去看一看 能不能正常进入学生们家 好 李大哥 你先小心 记住 千万不要和他们一起争执 放心 李大哥能搞定了 干什么 干什么 我找许先生 他在忙 不方便进课 我和许先生已经约好了 你好了也不行 他身体包样 今天不见 让你走 听不懂吗 走 怎么样 许先生真的是被监视了 不知道许先生现在是否安好 没事 既然还有人在 那就说明许先生暂时还是安全 许先生是文化名人 影响力太大 他们还不敢太放肆 这么能进不了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是不是 这样 我一会儿进去看看 许先生怎么样 还是得把稿子拿出来 这事还真得靠你 李大哥 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和锦蓉合作 那就是天衣无缝 没那么的话 赶紧去 等我啊 小齐 许先生不认识你了 你这样去的话 未明有点太淌多了 这样 我去给你写方信 让你烧给许先生 对对对 赶紧的 好 对对对对 есть 小女儿 老生庆贫 道无可道 倘若梁尚朋友 不肯空手而归 那就随便拿几样东西走吧 许先生 我可不是来偷东西的 我是邻军邻主编 干嘛来拿稿件的 这有书信 是邻军怕你来的 对 我发现您家楼下 有许多日本便衣 所以迫不得已 才以这种方式和您见面 打扰了 就是我们全部全部 难为你们了 许先生 您自己被监视 您自己知道吗 他们不但明确地禁止我出门 还搜查了我的家 这不是监视 这是奸金 那您现在 是禁止不了的 他们害怕文字 和思想的力量 正纯遍他心里的胆怯 这是我写给林郡的 一篇稿子 转告林郡 时局艰难 再艰难也要孤守初心 让他务必坚持 明白了 我看林郡的戏上说 你们的报刊改名字了 对 是第一期吗 是第一期 好 那这样吧 我再给你们写一篇 创刊词吧 那可就太好了 徐先生 没有想到 徐先生在这种 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 还能坚持写作 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的状况怎么样 他虽然被监禁了 但是斗志未减 对 精神还不错 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刊登徐先生的文章 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 徐先生说了 这也不用担心 一定要大胆地刊登 我们越是退缩 敌人就越是猖狂 所以他写这篇法刊词给我们 就是想鼓励我们 一定要坚持办下去 好 那我们就按照徐先生说的做 争取今天晚上 就把板石定下来 明天一早 就拿到工厂找工人拍板 好 好 韩大哥 这次多亏你们的帮忙 否则我们这报纸 真的是办不下去了 只要是我韩业 答应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好 绝对不会胡逃舍尾 这是我韩业做人做事的风格 谢谢韩大哥 谢谢 韩大哥 林主编 来 怎么了 小冬 我去找了以前 给咱们发报纸的门路 谁知道这些日本鬼子 真是丧心病狂 连暴婷和暴虫都被控制了 还联合了各个租界 现在谁也不敢发 没有检查过的报纸 这些日本鬼子 真是防卫森严 我就不信 我们的报纸印出来了 还发不出去 大家都别慌 先各自想想办法 那么多的困难 我们都克服了 只差着最后一步就成功了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做好的 来 这个许先生闻风林立 这样的报纸发出去 一定能让更多的人站出来 加入抗日的队伍 许先生已经被控制了 还要拿到这篇稿子 真不容易 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份报纸 送到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人看到 可是现在送报纸 没那么容易 总不能就我们几个人 一家一家地送 这样送到什么时候啊 人手方面 我倒是可以找张书帮忙 只是这么大量的报纸 发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让鬼子追查起来 怎么办 日本鬼子已经跟各个租界 打过招呼 沦陷区不能发 各个租界都不能发 租界 租界 就目前来看 英租界最繁华 人口最多 而且很多重要人士也住在那里 如果能在英租界 把报纸发出去的话 影响会很大的 有道理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你是说盛天来 虽然这个人很不正经 而且不知道底细 但我感觉 这人能帮上我们 大塔莎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他好像总是有意无意地帮助我们 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身份 这倒是真的 我感觉 他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无论如何 我先去试试 好 一凡姐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感情上的事 韩叶我们三个 从小一起长大 之前因为十元四郎 你们之间有些矛盾 我一直在调和 但是最近好像韩叶对你有男女之间的感情 你没有感觉到吗 没有啊 我和韩叶才刚刚解开上一段的恩怨 彼此融洽了起来 而现在她上 这些年我可一直把她当亲人 可能我想多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秦老师的感情很深 我就怕韩叶用错心耽误了自己 最近报社有个小姑娘 好像蛮喜欢她的 不过韩叶一直拒绝她 韩叶这个人啊 什么话都藏在心里不肯说 人又固执 如果真能遇到一个活泼开展的姑娘 在她身边 这可是一件好事 我看难呢 亦凡姐 你就这么一直等钱老师吗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承诺 就这么等下去吗 那达莎 你还没有遇到心爱的人 等你遇到的那一天 你就会明白我 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 为了共同的理想并肩作战 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放心吧 我不会有遗憾的 时候不早了 要不我们今天就忙到这儿吧 这样吧 你们两个先回去休息 你把你做的版面留下来 我再看一看 好 那一会儿 小雅 我们就先回吧 没事 我不累 我陪韩大哥再待一会儿 也好 那就辛苦你们了 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放心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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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出现的阳光 硝烟随着烽火飘荡 眼神中无趣的倔强 迎战无言的反抗 信仰从不曾遗忘 颤抖在心中打响 多少奋不顾身的坚强 再次坚定了梦想 漫长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漫长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以血肉支去宽阔的臂膀 脱去明天的希望 漫长热血润红了眼眶 漫长热血在心中流淌 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 愿这片大地能幸福安详 绽放和平的芬芳 漫长热血润红了眼眶 看尽天下痛苦和哀伤 以血肉支去宽阔的臂膀 拖起明天的希望